所以在这里讲到真实的爱 一定是舍己 虽然主耶稣已经告诉我们 说他怎么爱我们 我们要怎么相爱 然后他说他为我们舍命 那今天要你真正舍这个命的机会不多 但是要我们舍己的机会很多 死的原则是一样的 一个是肉身的死 一个是我天然救灶生命 愿意在十字架底下 接受十字架的执行 以基督同定十字架 让他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这讲到舍己 所以爱一定有舍己 他不可能没有代价 然后爱一定有十字架 连我们厨房都挂了一个牌子 我现在不晓得还在不在 他说爱主就是爱耶稣 由什么开始 爱煮饭开始 所以我一辈子都没有机会爱主 因为我们家的师母太能干了 她每次的饭都做好了 所以我从小到大 学校又包火 然后毕业不久就结婚 然后我住在弟兄自家的时候 四个弟兄住 三个人抢当大厨 二厨 三厨 就说不准再有厨师了 我只好负责洗碗 所以没有人说洗碗是爱主 只有说爱主是爱主 Anyway 爱是一定有代价的 爱一定有代价 你不能够 这里特别 他说我们若彼此相爱 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 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我特别挂号挂起来 那是中文的翻译 那真正的不是光有心就好 下一个slide请你们放一下 字可以简化 爱其可无心 你们有没有人在浦东机场看过这个 我大概十几年前 进浦东机场的时候 它一个很大的电子板 画了一个大字 底下写这句话 但是我现在的图不是那个 我没有空回去翻 我十几年前的相簿了 我那时候有特别照相 我觉得这是一个太好的提醒 有很多简体字 简体字帮助大家方便 但是呢 这句话在浦东机场 国际机场放 我觉得这是一个太好的提醒 你就算要去简化 爱决定不能 没有心 所以不能够光说 我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就看出我们是主的门徒 How do they know 他们怎么看得出来 你光有心我怎么知道 你通通爱念一个人 他也不见得知道 所以不光要有心 基督徒是不光爱不能没有心 而且不能只有心 一定要有行动 所以真爱一定有行动 要有具体的行动 不屑 1 6 1 9 5 10 ram 15 15 abis 15 16 15 15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